人们当着我的面就把花子 65度的一切真的心情都不好 我叫邱亚敏 今年46岁 我也是2024年的成都试园会的推广大师 我是一个疯狂的植物爱好者 我的花园叫海地的花园 从事了这个领域一共16年的时间 大约是有750亩的基地进行栽培 到现在为止 从花色品种来说2-3000种 我已经卖完了它 服务几百万人开始他的圆域的生活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要的透水这里面心里面的要全部浇透 要细水慢浇 我们的同事的话 从一开始我二 我爸爸我妈妈三个人 现在的话大约是有700人 一家人的珍重 然后还有火滋洋海 然后还有蓝色衣 这也是一个方案我想要的是 说服大家在这个花期的时候要含水高一点 不然它花费就有了美品 我学的是计算机相关的专业 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在电脑城卖电脑 睁开眼睛就是 老师慢点了 关键是你一天还喊不到几次好不好 就没有几个人经过 这个爱无天人 连玻璃窗都没有 你看过三体吗 被脱水了 变成了一张皮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决心来换一个事情 那为什么是原意呢 因为我生下来就在四川滋养 我会玩耍的时候 没有玩具我就玩的是泥巴 我在植物丛林里面去放羊 看羊吃草 那我就这样子长大 所以我在树林里面 我就会感觉到很舒服很安全 然后听鸟叫 我认为就是每个人都是天然 亲近自然的 往上追溯那么多代人 均是生活在自然之中 对我来说 或者说我认为 原意从来不是有房子 有花园 有情愿人的特权 原意是一个普世的 每个人的权利 仅有一盏灯的地下室里面 我也可以栽种植物让它发芽 用水培的 水深的植物 京都的一个幼儿园里面 我觉得原意要从娃娃抓起 所以今年春天的时候 他们的负责人 远方找到我 我就给他们推荐了说 要在这个栅栏上 种成一面开花的墙 这么多年以来 我觉得自己服务家庭原意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我发现 很多的孩子很喜欢花 对我来说 想要做的推广的工作 无非就是撒播 一粒又一粒的原意的种子 在很多很多孩子的经里面 我觉得成都 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 从早春的我们的海棠 然后到我们的樱花 然后到我们的初夏的紫围花 秋天的金桂 银桂 冬天的时候的纳梅 三百六十五千 哪一千都没有少过鲜花 如果说你们要是来到成都 莫忘在四月份的时候 走上成都二环路高架桥 立交桥去感受一下玫瑰花 清风 如果让你选一种 最能代表你自己 你会选什么 我可能会成为一棵绣球树 一个是树的寿命周期比较长 二个是树可以长得那么大 然后三个是树的四季变化 然后它树上可以栖息很多的小鸟 然后也会开花 也会结种子 我就想成为一棵树